好 接下来看这位台湾之光 他是只花了349天 就完成了攀登世界七顶峰的山友 王建民 他是台湾攀顶速度最快的山友 不过他没有足够经验 也没有任何人的赞助 这位从去年才开始爬山的菜鸟山友 是怎么样办到的呢 一起来看他的努力 今年5月23号 王建民征服了世界最高峰圣母峰 距离去年6月8号开始攀登其他六高峰 只有349天 他是台湾第五位玩登世界顶峰 也是速度最快的人 上去的那一刻呢 是你全身感觉 就是鸡皮疙瘩都要冒出来了 然后头皮发麻 然后你会觉得那不像是真的 觉得像是在梦境 王建民去年年初才开始爬山 当时他正好经历工作与感情的低潮 在尝试过中央山脉大众走之后 发现自己的忧郁不见了 也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于是开始规划攀爬世界七顶峰的计划 在没有足够的经验 也没有任何赞助的情况下 他靠着三百多万的积蓄 与过人的决心完成梦想 去爬山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然后你要坚持到底 就是很多人我觉得说 他并不是体能上不行 他并不是技巧上不行 他是心态上放弃了 在最刚开始的时候 王建民因为是菜鸟 穿着全新的装备 被外国山友嘲笑 还被要求背憤怠 可是他以体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证明自己的实力获得了尊重 也让台湾的名声因而更响亮 剑小辉 郭俊玲 台北报导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